铁道旁硬生生出现一个凹洞 铁轨当场被砸断 一旁的巨大落石 重达150吨 高度比两个人还要高 四号上五六点多 监控人员发现 花莲和人到崇德间 东正线和人隧道北口 有巨石掉落 紧急封锁东正线 由西正线单向 双向铜车 不知道 对 它是做晚点的 里面是慢16分 刚刚这边又慢20分 这还越久 一直在往后野 我就晓得我怎么办啊 和平和人崇德间的列车 大约延误15到20分钟 对此供电人员 已经到现场紧急待命 我们预定是用怪手去把它打碎 然后去把它移除掉 大概明天早上 走搬车的时候 我们可以恢复双向通车 强震后花东铁路状况不断 但上个月21号 台铁新自强号229次列车 发生出轨意外 事后爆出监视器 在事故前19分钟就拍到土石流 但没有人通报 一度被质疑是人祸 台铁也陈储八名相关人员 包括值班人员继申介两次 化联工务团长 工务处长各级一次等等 董事长杜维也在上周 向交通部长李孟燕自行处分 我们都已经有规划了 未来在这个现有的 我们告警系统的范围之外 我们有整体计划 再来做补强 事故发生两周 台铁公司承诺持续加强 北中南东地区性的调整 希望意外不要再度发生 三地新闻 吕院林青云 SNG小组 台湾